ないな Hello大家晚安 absolute happy 這種感覺 謝謝洛克的冰金 陰正午安 黑條王 午安 晚安啦 講錯了 最近太常中午開播講錯了 晚安啦 我剛剛一直講午安嗎 前置午晚安 為什麼一直講錯 好好晚安 晚安 晚安啦 正人晚安 你們在打午安我都要講錯了 中和喵喵晚安 以後都早安 早上不行我起不來 洛克晚安 蘿莉拉晚安 晚安 大家晚上好 季風亮晚安 哈囉甜甜 晚安 第一次見面都是早安 對啊我剛剛怎麼會說午安呢 楊公公晚安 太空晚安 欸我沒有剛睡醒喔大家 謝謝志豪的啾啾你喔 我不是剛睡醒所以腦袋不清楚耶 我 我沒有睡覺我很清醒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講錯可能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我真的沒有剛睡醒 我 可能下雨下到腦袋都昏了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沒有剛睡醒 你們看我的眼睛就知道 我剛睡醒 我的臉就很蓬 眼睛也很蓬 眼睛很腫 不是很蓬 我真的不是剛睡醒 看我眼睛紅紅 我眼睛有紅紅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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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吧 可能用眼過度喔 太常看手機了 下雨天了 不想出門耶 太常看手機了 對眼睛疲勞可能 家勳晚安 奶奶可以給我用夾子夾嗎 我怕等一下軟掉 我眼睛軟掉 黑眼圈很重 真的嗎 真的嗎 不是黑眼圈吧 我覺得是不是那個妝暈掉了 這樣咧 你說我的黑眼圈嗎 跟光沒有關係啊 沒有 那不要再被電 對啊 有嗎 我覺得可能是 因為我今天用很爛的睫毛膏 也不是很爛的睫毛膏 就網路上推薦的睫毛膏 結果我用了 它會暈開耶 我覺得不好用 所以有可能是那個睫毛膏 以後不用了 哈囉 懷孕晚安 優音晚安 謝謝蘿莉郎的夢幻煙火 謝謝蘿莉郎 謝謝漢漢的事業潮 吃什麼 什麼吃什麼 我吃飽了 奶奶學我講話 奶奶剛剛有學我講話嗎 奶奶剛剛有學我講話嗎 奶奶有學我講話嗎 我怎麼怎麼沒發現 我沒有說話 她說她沒有說話耶 她說她沒有說話耶 我住台北嗎 不是 我住台中 對 耳環可愛 對啊 是奶奶的耳環 是奶奶的耳環 我怕她又罵我 謝謝企鵝的事業潮 不是基隆 不是 全世界都台中 我吃東西會加冬泉嗎 冬泉是什麼 喔 要放The Puzzles的歌 好啊 來放啊 順便刷那個 刷那個 就是播放力 我們來聽The Puzzles的歌 有聖誕節感覺的耳環 其實有更聖誕節的耳環 可是我想說現在先不要戴 啊 沒有聯絡網路 沒有開網路 那等我一下 我去開個網路 大學的四年目標是巧遇Mina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是你的目標 要怎麼樣可以跟Mina巧遇啊 我都好少在路上遇到粉絲 很難過耶 覺得自己都 就是 不夠有名 所以 就是知名度不夠 所以在路上都遇不到粉絲 Mina有沒有想過把The Puzzles的Pick 當耳環 沒想過耶 可是我覺得Pick 放的耳朵有點 會不會有點奇怪 什麼聲音 而且我手工沒那麼巧 可是如果可以弄好像 喔可是比起拿Pick當耳環 更想要把拼圖當耳環 希望我們周邊之後可以做耳環 如果有之後的話 對 等一下我去開一下網路喔 好 好 連個網路 有了 我來放了Puzzles的歌 那就四首歌都放吧 我們從 欸 在Spotify上 居然聽最多的是 聽最多的是無關 你居然不是主打的Magiska 是因為MV看比較多嗎 餅乾的點閱數太小了 那我要聽餅乾 欸 沒有連到軟牙 怎麼會這樣 希望 商品有抱枕玩偶 希望之後有機會出來 但是要 就是你知道要做出好的成績 才有希望 哪個人去麵包店又被推銷 就是Mina了 欸我今天又買了甜甜錢 因為今天又去看牙齒 牙齒不好 小時候沒有好好顧牙齒 然後現在就開始很多病痛 但是牙齒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好好看 好好看牙醫 不可以逃避 不想看牙醫 然後之後可能就更嚴重 所以現在要趕快弄好 好 為什麼一直沒連上藍牙 喜歡Mina的樂團造型 可是那個捲法真的好難用喔 我每次自己想要捲 然後都捲不好 因為頭髮太短了 很難捲 哈囉塔瓦哥 和The Puzzles的Life 原本以為 沒眼很帥 結果好甜 哎呀 沒眼 因為我覺得要看歌曲 因為畢竟 The Puzzles的歌都是 蠻 除了主打的 Majiska是有一點點 但那首也算是青春活力的歌曲 所以 所以基本上都是 就是甜美的歌 我當然就是那樣的表演方式 我們還沒有玩到 那麼 沒有玩到很 兇的歌 很兇的歌當然要帥 奇怪 今天一直連不到藍牙 我生氣了 為什麼 星期一還一直生氣氣 我再連不到藍牙 那我就生氣氣了啦 下次要不要來一段Bass Solo 我有想 我想要放在我的 IG上面 下次錄放在IG上好了 因為這樣子之後就可以 應該說 直播其實看的人比較少啦 所以我想說到時候可以就是 把單曲裡面 我很喜歡的一些 Bassline 放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這樣可以更多人聽到 拜託 我現在MV2萬2萬觀看而已 大家刷起來 希望可以 破10萬好不好 刷好難喔 好啦 5萬 先5萬 再求多 哈囉 令 演出沒有安排Solo 其實我說真的 我還蠻 蠻害怕Solo這部分的 大家 因為大家記得嗎 那時候 那時候 在那個 就是 直播上面 就是365 第一次放在直播上面 然後那時候就有叫 每一個人都來一段Solo 然後 我覺得Bass就很難自己Solo耶 就是我覺得 還是要給我一點 就是一點節奏 你用Keyboard給我一個節奏也好 或者是 或者是鼓給我一個節拍 就是我比較好跟著那個 節奏去Solo 我不知道一般Bass怎麼Solo耶 但是我要有一個節奏耶 對 給我一個Beat 我沒有Beat 我就不太會Solo了 就沒有 我不知道 可是我 我程度還不夠吧 就是我沒有一個節奏的話 我就不太會Solo了 我到現在還是連不上藍牙 我再重新開一次 同時開 晚安好一 網路上應該有其他Solo Part的片段可以看看 但是我 我上網看其他Bass Solo 他們也都會配一個Beat啊 哈囉君彥晚安 自己就是節奏 我說自己心裡要有節奏 我沒有很厲害 我還不夠厲害 哈囉William 晚安 可以用手敲打Bass的情人 但太痛了 露幕吉他可以 但是Bass沒辦法 希望是2萬 已經2萬啦 我剛剛看好像是2.4萬 我今天看 但是還不夠 還不夠 至少要5萬 如果可以10萬就更好 就是自己每天努力刷 但是一個人能力有限 拜託大家多多分享 這樣我們才有機會再出 更多的歌 謝謝 謝謝張先生的豬豬牛 Bass敲到有聲音手 大概瑜琴了 Bass我們只要敲弦就好好不好 不要敲琴聲 那個太太硬了 很喜歡MV 美眼 不要 美眼是誰 美眼是誰 我是美眼好嗎 拿少把彈Bass的話 欸我也很喜歡那一段 欸那一段 他真的玩 我玩得很開心 我覺得我是一個 就是我其實私底下還蠻害羞的一個人 就是我 對我這輩子沒有做過拿少把當吉他彈這種事情 就是有點 怎麼講 這個行為還蠻幼稚的 但又有點瘋的那種感覺 就是 就是感覺會在那種很青春的校園劇裡面會看到這種畫面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呢我不敢 因為我就是 偶包偶包太重 我是美眼 不要故意打錯我的名字 如何一句話惹怒 惹怒美眼 就是把美眼的名字打錯了 對就是需要齒烈一些 或者是真的玩得很high 可能 我不知道現實生活中有沒有人真的會這樣 也許有吧 但通常都是在電視裡面看到 反正我自己現實生活中是不敢做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是在工作狀態 就是要拍 要拍那個畫面 所以我當下設定的情境 就是開心的在教室玩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可以 我是真的玩很開心 因為我這輩子不敢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在拍攝當下 工作模式暗 我就是哇 真是開心的玩 然後最後畫面出來 真的是很開心 而且阿力說他也被我逗笑了 他看到我這樣玩他也被我逗笑 大家可以看一下阿力的表情 他是噗痴的那種被我逗笑 我也覺得就是那個開心的感覺是看得出來的 不是像平常那種商業 對我又來了 商業笑 對 是真心的笑 是真的開心 但因為平常不敢 所以特別開心 因為對待是我這輩子唯一的 唯一一次拿哨把當吉他坦吧 不思議小隊阿 大學同學玩電吉他沒事也會玩空氣吉他 所以是現實真火鐘是會有的 只是我比較不改而已 到底為什麼連不上藍牙 我要瘋了 為什麼阿 奶奶 我要被你氣死了 我剛才在這邊已經開連了15分鐘連不上去 臭奶奶 好現在已經連上了 我忘記我連了 大家有把眼有翻起來嗎 沒有的話再翻一次 但是 真的很雷耶 真的是 好 餅乾在Spotify的點閱率最低 所以我來放餅乾 因為大家知道嗎 裡面有一句歌詞是我唱的 裡面有一句是我唱的 我自己也很喜歡那一句 因為我其實一開始不知道他會做成這個風格 就是我那一句 他是那種有點那種 加了電話 哩哩哩的聲音 然後 然後有一點 我覺得有一點那種 電音混音的感覺 給我一點混音 對就這一句歌詞 對有點電音的感覺 謝謝蘿莉郎的蹭蹭你 對很酷 我沒想到會做這個 效果 我覺得還蠻讚的 第一次聽到那句可愛到重播十幾次 我自己也聽了蠻多次的 因為我就覺得 欸好酷喔 這個特效怎麼做的 就很酷 第二話那效果聽到很驚喜 對啊我也覺得好酷喔 就好像就是那 有呼應那個歌詞 貓頭今天的心情有一點怪怪 為什麼 因為看到Mina DokiDoki嗎 Low Passport 我不太清楚欸 可是我覺得很酷 那個特效 哈囉詩緣晚安 那我是不是要改 我把我的直播那個改一下 Low Passos Low Passos 嗯 等一下喔 我應該要打什麼 嗯 主打歌 主打歌 這個標籤可以打那麼多字嗎 媽 在一起 嗯 基斯卡 太長了 半天不見你 像個幾個世紀 超級討厭自己 總差點破裏 像熱火上了影 怎麼裝好 啊 等一下 對不起我剛剛打字打一打跑出去了 哈嘍小翼晚安 哈嘍小翼晚安 欸太多字了打不下耶 來了 就是這劇 超酷的 只看到馬雞喔 只看到馬雞喔 嗯 怎麼辦 打不下 那我要那我打什麼 我打 啊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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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多 支持 這樣呢 這樣可以吧 只看到馬雞 請多支持女子樂團的Puzzles 這樣剛好 那 那以後都用這個 讚讚 讚讚 謝謝乾先生的LOVE 謝謝新鮮檸檬的冰晶 我唱那句特效跟黑色柳丁的第一句一樣 就是那種混音的感覺吧 蠻酷的 謝謝正人的蹭蹭你 謝謝陽暑的花枝金翠 謝謝大家禮拜五晚上來看我們的Puzzles的表演 超級無敵開心的啦 謝謝溫如的豬豬牛 MV刷起來 然後 然後要說什麼呢 謝謝令人掌聲鼓勵 可惜現場沒有找個迷你大聲工廠 但就是LIVE版的不一樣啦 我覺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好棒喔 好喜歡樂團表演 謝謝茄子的掌聲鼓勵 花種奇的人來了嗎 什麼花 餅乾開始的時候Mina還小跳 餅乾是首歡樂的歌啊 開心感弄到不行 我覺得我在 Majista是一個很開心 有點輕搖滾的歌曲嘛 然後 然後到第二首歌365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也有點想哭耶 就是有一種 天啊我真的 完成自己一個小小的夢想了 可惡又差點過敏 真的 因為就會想到 想到 想到八個月以前 就是 樂團組成的時候 然後 終於終於發片 會很感動耶 然後 我從以前就一直很喜歡樂團 然後 沒有要哭 沒有要哭啦 謝謝戰人人 專程告白 等一下等一下不可以 喔哭哭了 討厭 大家就覺得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live 原本是有 但因為疫情所以沒有 就很可惜 但是 就覺得 因為我一直很喜歡樂團 但是沒有機會組一個女子樂團 而且特別是在台灣 真的好難 組一個女子樂團真的很難 因為我一直很喜歡日遙的歌 然後日本很多 日本很多 女子樂團 但是在台灣 我甚至有搜尋過 台灣有沒有什麼女子樂團 但是除了十年前的櫻桃版 我又沒有看到一個全女子樂團 所以 能夠組成就真的是蠻 蠻感動的一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表演的時候就是 嗯 表演到365之後 然後就看到台下有這麼多 有這麼多粉絲來看我們 就覺得 就覺得很開心 就很感動 然後其實我 我以前樂音社一起玩 音樂的好朋友 也有來現場看 他們在旁邊看 所以就覺得 就很開心 他們也來願意參與我的 就是 就是 第一張單曲的 的Live Show 就是看到他們也很 很感動 對 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眼淚啦 總是開心的眼淚啦 但是就 很希望可以繼續下去 張姐姐 聽我吃麥當勞的冰 好 你說的 我要吃蛋捲冰淇淋 無關這首歌真的好好哭喔 哈囉高橋城晚安 這個表情是什麼意思 這個表情是什麼意思 討厭愛哭的偶像嗎 我就比較感性 哇 冰旋風 也可以啊 我很好收買 蛋捲冰淇淋就很開心了 謝謝正人的戳戳你 早知道你該去看同學 但是點閱數沒有 還是就是沒有想像中衝的那麼快 就是當然跟單曲 舞蹈的單曲比起來 沒有衝的那麼快 所以難免會有一點落差 但是 但是 先求有再求 再求好嘛 也不是也不是這樣講 先求有再求高 就是點閱數的高 不是好 點閱需要一個噴發的契機 我自己覺得 主打的馬基斯卡這首歌 就很有 很多人都說很有那種 終極系列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 如果可以當那種什麼 青春熱血的 校園偶像劇的片頭曲的話 就是會隨著聚紅 可是 沒有 我們目前沒有這個機會 當然就是我覺得 那個主題真的很有 那種 校園熱血青春偶像劇片頭曲的感覺 如果有人願意收購這首歌 當然很好 但是 沒有辦法 對 真的很有那個感覺 熱血的感覺 我覺得 我自己是沒有看過終極一版啦 十隻蛋 也冰淇淋如何 會胖死 你們知道冰淇淋都是油脂做的嗎 終極系列場地 是嗎 就是在那個基隆那個嗎 你要來reset我的倉鼠記憶 你不拍 你不拍嗎 你不拍嗎 那為什麼用那個表情 那個 三條直線的表情 你不拍的人 不拍的人打字要 要加很多很多愛心啊 然後開心的表情 不是桃園嗎 什麼雞肉 你們不要再混淆我了 是雞肉 我不會再搞混了 可以幫你搬兩袋水泥到五樓嗎 一袋水泥幾公斤 一袋0.5公斤可以 無奈 我不拍 我只是長的派而已 是嗎 王子狗狗 王子狗是不是很想要被誇獎可愛 打那麼多愛心 Mina打字都會加愛心嗎 會啊 你們看我每一篇文 我幾乎都會加愛心耶 我很常用這個 兩個粉紅色的愛心 或者是紅色愛心 最常用應該是黃色的愛心吧 我幾乎每一篇文都會打愛心耶 我就是一個充滿愛心的人 很難 0.5公斤是米 哈囉貴仔晚安 那講話都要加愛心 加愛心 我不知道耶 我喜歡加愛心 就感覺比較可愛啊 不覺得嗎 謝謝阿提來的冰塊雪人 好可愛喔 王子狗狗是小可愛 真的喔 那我以後都叫 叫你小可愛 每個禮拜五都來表演 你說同樣的四首歌 每個禮拜五表演嗎 四首歌真的太少了啦 一般人家Live show 至少要十首歌吧 十首歌吧 一個 一個小時不間 一個半小時差不多 如果要加talking的話 收到大家好多愛心 改說一句太沒誠意了吧 我覺得多練一點歌啦 我自己希望可以多一點high歌 因為我 其實說真的 像365還有無關翅膀 這兩首歌 是我相對練的好像比較久的耶 因為我其實比較 比較擅長 就是像馬基斯卡這種 這種 曲風比較 比較輕快搖滾的這種歌曲 慢歌的bass我相對比較不熟悉 所以我反而練比較久 還有背骨也背比較久 我自己希望快歌可以多一點 要有uncle才high 對啊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聽到我們cover其他歌 不知道耶 但是現在先 馬基斯卡要先推出去 我們才有更多機會 慢的比較難 我自己是覺得慢的比較難啦 謝謝不想唱慢的救救你喔 跟平常喜歡的歌有關吧 就是彈bass來講 我比較喜歡彈 就是中壞版的歌 那就唱歌來講的話 我比較喜歡唱慢的 抒情的歌 對 下次唱我寫的歌 那我要多寫一點才行喔 馬路虛假比較簡單 嗯 馬基斯卡是 比較難的地方 也不是說比較難 就是 手 手 手指 要比較靈活嗎 那首是彈久會蠻累的一首歌 裡面我練最久的應該是無關翅膀吧 因為它後面還有生Key的部分 就是花了 花比較多時間在背譜上面 一般人可能會以為快歌比較難吧 但是 怎麼講 因為我比較熟悉那種曲風 所以對我來說比較簡單 這樣子 主旋律都是我在彈 喔對啊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真的是 很想抱怨很久了 就是有沒有人可以幫忙去Youtube 底下的留言 就是幫我澄清一下 也不是幫我澄清 沒有黑粉在黑我 就是 我只是覺得 底下有一個留言 有一個留言 有一個人一直在 Murmur說 Murmur說 到底為什麼樂團裡面有 木吉他 就是他很抨擊木吉他這件事情 應該很多人都有看到吧 就是他覺得木吉他聲音會被吃掉 什麼巴拉巴巴拉很多 然後就覺得就是要有練吉他 什麼什麼的 他就非常生氣在 抨擊這件事情 然後 他意思就是說在這樣子搖滾的歌裡面 木吉他會被吃掉 確實他沒有說說木吉他會被吃掉 但是 我們有加一些background的東西 就是 就是補足我們沒有電吉他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就只有一把吉他嘛 像一般 樂團的話可能就是 一個主吉他一個副吉他 反正就是這樣 那我們只有一把 那我們就用其他的方式補足 然後 反正那個人 那個人就會一直抨擊說 木吉他聲音會被吃掉這件事情 然後就會有好心的人幫忙護航 幫我們護航然後就說呢 就說 誰說木吉他聲音被吃掉了 我就有聽了 我明明就有聽到木吉他的聲音啊 然後他又會再回說 明明木吉他聲音就被吃掉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人家就會再護航說 我就有聽到木吉他的聲音啊 誰說被吃掉了 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對木吉他聲音是有被吃掉 沒有錯 他沒有說錯 但是 不是我生氣的是 就是護航的人沒有護對啊 就是 護航的人就說 我有聽到吉他在彈什麼東西 可是重點是 原本馬基斯卡這首歌 他原曲就是用電吉他去彈那個 去彈那個前面那段 可是我們的版本 是改成貝斯彈這一段主旋律 是貝斯彈的 因為只有一把吉他 所以吉他是刷core的 本來就 本來就沒有那麼 就是他不是彈主旋律 當然不清楚 但是他也是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 就是 和弦 彈和弦的部分啊 就是 那個人在抨擊說 吉他聲音被吃掉 他沒有被吃掉 因為那段本來就不是 電吉他 本來就不是吉他彈 因為那段改成貝斯彈了 可是 護航的人 就說我有聽到吉他彈 可是重點是那段 就已經 本來就是改貝斯彈 就是 那個人要抨擊 然後可是護航的人沒有護對 所以那個人又更有理由 再出來 一直講 然後我就覺得 好我現在出來說 我現在出來說 那段本來就 沒有吉他 因為那段 不是沒有吉他 就是那段主音是貝斯彈的 對對對 本來就是貝斯彈的 所以你不要 護航的人也不要再說 不要再說 我有聽到就是 吉他的彈什麼什麼 就那個本來就是 改貝斯彈了 對 而且 喔對然後我很生氣的是 我很生氣的是 我已經氣到怎樣 我氣到我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喔就那個人 他抨擊 的 他雖然他有抨擊吉他 但是很不合理 就是他覺得 他就覺得一定是要奠吉他 當主音才可以 奇怪 誰規定 明明貝斯當 主旋律的歌也很多 我隨便都能夠 舉出很多首歌 我隨便都能舉出 比如說 比如說 One Okay Rock Deeper Deeper 他就是貝斯手去 貝斯手去 他編的曲 那他當然就是以貝斯為主 去編的那一首歌 等一下我現在 我現在放 很多首歌其實都這樣子 等一下喔 你們聽Deeper Deeper 這個部分吉他有彈 但是 貝斯也是主旋律的一部分 這個本來就是貝斯為詛咒的 本來就是主旋律來的 然後還有 我想一下喔 還有一首 我知道了 我隨便舉就很多首 為什麼貝斯不能裝主旋律 我真的是 就是 不懂 然後再推薦一首也很好 這個 這首是Chessy的 Yes 這首 這團好像蠻少人知道的 對 我覺得那個人 他說吉他音被吃掉 沒有說錯 但是他很不滿 貝斯當主音 這一點我覺得很神奇 就是 你要惹怒多少貝斯手 雖然這世界上貝斯手 確實是比吉他手少啦 對 但是 到底是有多看不起貝斯手 他這句話 真的會把貝斯手惹怒 我就是被惹怒了 但是 所以 期待我一定要在直播上特別講 他 他可以來看一下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來看直播 應該是不會 他就是個黑粉 但是他 不管是不是黑粉 他 這句話就是惹怒貝斯手 所以說貝斯不能當主音 真的是氣死我了 哈 貝斯手聯合提告 很生氣耶 滑好手真的滑到那個留言 但我都忘記他留什麼言了 真的是 但我很希望他可以來看直播 雖然也許不會 但我只是想 就是抱怨一下 就是到底為什麼 誰說貝斯不能當主音 他原曲是吉他當主音 那其外我們就是改編啊 我們不能改編嗎 是哪裡啊 就是在馬吉斯卡的那個啊 我們MV底下的留言 其實那個人之前在其他的那個 其他在365的那個 直播底下 他也有留類似的 言 但是 因為 在Long Live直播 就是收音本來就不太好 所以 我就想說就算了 可是這MV 什麼 然後錄音都有另外錄過了 然後他還要再碰起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欸這種事 就是他很偏激的覺得貝斯不能當主音耶 他就覺得一定要吉他當主音 到底誰說 到底誰說 好啦 我只是想講一下 講完就沒事了 我排出了很大一口氣 沒事搞事 對啊 我這 沒有我這只是覺得 真的那句話會惹怒 如何一句話惹怒貝斯 我就說貝斯手不能當主音 這真的很生氣 誰說不行 這首歌 這首歌 DEEPER DEEPER 我很喜歡 他就是 Walking Rock裡面 我最喜歡的一首歌 就是DEEPER DEEPER 因為他的貝斯很吃重 我就喜歡這種 貝斯有那種 就是那種很美的 BASSLINE 好好聽喔 就是很喜歡 結果大家都是 都去找耐者留言 沒有啦 沒事了 沒事了 我也是 我就是愛看又愛生氣啊 沒有 但我就是看到耐者留言 就是讓我有點受不了的 對好 我們來聽下一首歌 也是貝斯主旋律的 Chessy的 Chessy YES 這首歌好好聽 六年前的耶 好聽 這個團蠻少人知道的 很好聽 你們聽他的前奏那一段 超讚 也是女子樂團 這是貝斯的聲音啊 然後其他樂器再進來 好好聽 雖然也不是特別難 但是就是 那個 BASS主導這首歌的感覺 很小 就特別喜歡這種類型的 洞嗎 就是 對 跟大家推薦一下 也是真愛才會流 沒有 它就是個黑粉 大象體操的歌 都是BASS吃很重的 對啊 反正我就是 我只是想說 BASS當主旋律的這種歌 很多啊 到處都是 到處都是 沒有人的心境還不成的 對啊 我就愛跟酸民生氣啊 我每次看到都覺得我恨不得 我有 100個帳號來嗆爆它 不行 沉住氣 不可以 不可以 多看稱讚的留言 你們有沒有多留言啊 我每次打開全部都是Stereo留言 我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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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粉們留言流起來 不是不是迷粉們 美粉們留言流起來好不好 多留言 這樣我會很忙 對太累了太累還是算了 不要跟酸民計較 等等留言 好啦 爸爸還沒流 但我自己在想是不是泛水偶像 就是我也蠻常潛水的 日遼的BASS當第三把吉他用 啊我們團 因為本來就只有一把吉他 那我只能 BASS跟KEEBO就是 鼓足啊 其實 一把吉他也沒什麼不行啊 像 現在聽的這一團 他們也是只有一把吉他 他們就是三人配置的團體 一把吉他 一把BASS 一個鼓 這樣子一個團啊 我覺得三個人的團 這樣子就夠來 只是多一把吉他可以再做更多事情 而已 但是沒有說 一把吉他就不行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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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叫YES 請問 請問 EY E S 念什麼 ICE 請問 ICE前面加一個 E呢 E YES ICE HOPO Eue Eu Eつ E yes わ 数だけ笑ってるから i need you 君にyes を yes を だからyes を yes を 君にyes を yes を は わ わ わ てみせてよ 是不是講反了 對 我好像講反了 等下 那個笑話應該是 哦 是YES 怎麼念 yes 那YES 前面加一個E呢 yes 才對 所以這首歌歌迷是什麼 yes 謝謝 yeah 連個笑話都講不好 因為我本身就是個笑話 這個歌詞也蠻有意思的 對啊 可是它 就是MV版的那個歌詞 就是有點慢 就是它會到那句的時候才出來 然後我就來不及看 可是它又不能太提早 對 這團讚讚的 我喜歡 其實我 因為早期我們玩團的時候 也是缺吉他 所以我們也是走三人配置 我是背時間組唱 然後吉他跟鼓 所以我其實對三人的團體 特別有那個 就是特別喜歡 就覺得 就是三個人也可以組一個樂團 誰說不行 欸 我突然要想到 我 我突然想到的事情好多 我很喜歡的團 Stary Opening 他們好像也是三個人的團嗎 有一點忘記了 我看看 是嗎 好像是欸 Stary Opening 好像也是三人的團欸 對 真的好讚喔 我最喜歡的一首歌 Hitohira no Hanabira 這是我最愛的一個團 可是 他們已經解散了 對 介紹給大家聽 他們也是三個人啊 我就特別喜歡三個人的女子樂團 我覺得很讚 誰說三個人做不好一個樂團 我們是可以做好的 然後應該說 對 我為什麼特別喜歡三個人的團 突然想到了 因為 所以 三個人的話 那吉他的話 就是 就是 因為只有三個人 所以 貝斯要多幫吉他做一些事情 所以 貝斯上會更多 負責旋律 還有多一些變化的部分 所以我就特別喜歡三個人的團 因為貝斯就是更重要了 這確定是不是最愛 真的是最愛 但是因為他們解散了 解散了 這團是真的徹底讓我愛上貝斯的 一個團 大家可以去聽聽 Stary Open 你的歌 他們的每一首歌我都好愛 這首是最愛 這首也是貝斯 很忙的一首歌 超喜歡 有機會cover 這首給大家聽 這首我真的很愛 等等講到哪個 這不會 這不會 這真的是我最愛 因為 這一個團是我真的 超愛的 就是我 我一開始學貝斯的時候 都是練那種 老師叫我們去練什麼 Coldplay 什麼Yellow 叫我們練Yellow 然後就是貝斯很講 登登 然後還有什麼 什麼Happy Ending 都是練這種歌 然後那貝斯就兩個音 兩個音 登登 登登 然後我就覺得 貝斯好像無聊 然後一直登登 彈八分音符 就覺得 好無聊 但是 接觸到這個團之後 我發現他們的貝斯 每一首歌都很酷 都很讚 所以我就 我就發現 喔原來貝斯也可以這麼好玩 然後後來才 就聽了很多 日聊的歌 然後就發現 其實日系的貝斯都編得蠻好玩的 然後後來就徹底愛上貝斯了 這個團是我的一個啟蒙團 Stere opening 真的是最愛的一團 但有說過3S我都很愛 但這一團真的很低 如果沒有解散的話更讚 小錢害怕彈旋律喔 我最喜歡當個有存在感的貝斯手了 貓床應該我愛上貝斯了 真的嗎 開心 希望越來越多人 不要再把貝斯跟吉他搞混了 我喜歡這段貝斯尬吉他的 這一段solo 拼什麼拼喔 這首歌嗎 我可以打給你們 讚讚的 stereo opening 潘志文可以 可以簡稱 簡稱 stereo 謝謝志弘的小雪人 有點忘記歌詞了 你atzl 立體聲小馬 Solo 沒有越常有看我們 真假的 開心 好聽 好聽 剛剛有人說這首是什麼的歌啊 死神的片尾曲 真的喔 其實真的日遙好多那個 日遙好多 動漫的 有名的歌 但是我都沒怎麼看動漫 所以我不知道 他們有去看真的 開心 開心 我看一下喔 我要截個圖 聽過嗎 也是三輪團喔 我覺得離開任何因素之後就是有點 因為在任何因素就有好多人推薦說 最近聽了什麼團怎麼樣 然後推薦給我 然後就可以知道很多不同的團 然後又可以在YouTube的推薦清單裡 發現更多 就是沒有人知道的樂團 然後就有種挖到寶的感覺 然後現在的話就是大家都 就是在團裡面比較 大家都是聽偶像的歌吧 所以 比較少 比較少在follow日遙的歌 然後比較聽的歌都越來越大眾 我真的覺得 帥的 看我有沒有聽過 看我有沒有聽過 找不到耶 為什麼 等一下喔 好像答錯了 沙伊達 南亞要怎麼 沒事她就習慣亂叫 好像 沒有耶我沒有聽過這一團喔 先訂閱一下 酷喔 Mina有聽過韓瑤歌曲嗎 韓瑤喔 你說像什麼CM Blue這種嗎 那種 我記得之前有一段日子蠻紅的 看一下 不是王子狗狗 小可愛小可愛推薦 這團名嗎 那麼長 先搜尋一下 真假的 小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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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歌名太差了 不是歌名 團名 這是團名 等一下喔 網路不好 永遠是深夜有多好 欸 110萬訂閱 這什麼厲害的團體 感覺他們是不露臉的是不是 是不露臉的嗎 是嗎 怎麼好像都是動畫嗎 酷欸 先訂閱 先訂閱 110萬訂閱 太酷了 可以點歌嗎 I'll be the one 沒有聽過這首欸 這是 去守水的歌 修詢看看喔 探索新世界 蒙面都比較厲害 而且我發現日本人好喜歡蒙面 就是那種看不到臉的最美 喔 麒麟王的歌 我會嗎 聽聽看 等一下 這不是 這是廣告 我這個廣告 哈囉 康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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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概我也沒在露臉了 真的喔 日本人真的是很神秘欸 謝謝孝賢的 尊情道白 Bruce Green呢 這怎麼唸 H拿一個這個 啊 這首 上次才放過 那個 我不會唸 它是一個那個 浩拿嗎 不知道怎麼唸H什麼的 合了喔 酷喔 喔 上次是不是 咦 上次有放過這首 是不是 Weber也是三人 Weber好像有聽過喔 我看一下 我 我可能 不知道會不會唱 還有歌詞 可是有點不清楚 和樂 喔 和樂 不露臉戰啊 有神秘感 我喜歡 欸 不是這樣唱 不會唱 不會唱 這首聽很久 但不太會唱 姑娘 我苦じゃない 謝謝阿妮的姻緣幫 你哪可以戴倉鼠面具 我還需要戴嗎 我不戴就已經試了 小迪和小琴還好嗎 什麼意思 他們怎麼了嗎 他們沒怎麼吧 他們很好啊 我的童年 對 難得我有看過的卡頭 我不是電視兒童 我是個很無聊的人 很多人都會問說 欸美娜你有沒有在玩什麼 手遊 沒有 我沒有在玩遊戲的 真的沒有在玩遊戲 除了自己代言之外 沒有在玩遊戲 為什麼人家倉鼠 因為我講得很像倉鼠 不覺得嗎 那些什麼 if you want Dorémi 欸Dorémi的歌我真的不會唱 我上次犯過了 我發現我居然都不會耶 我居然不會Dorémi的歌 全體戴面具的樂團 蠻愛的 超神秘 沒有機會來台灣 台灣是蠻安全的 雖然最近陸陸續續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病例 但基本上算是蠻安全的 第一次看這個麒麟王這首歌的MV 蠻帥的 想要去看動畫電影 但是我最近看 最近才看那個鬼滅 我覺得我看太多動畫片 大念就會把倉鼠的特徵蓋住 謝謝小嫻真情告白 左為帥還是正太帥 左為帥 正太可愛 左為帥 右為帥 右為帥 左為帥 左為帥 右為帥 右為帥 多好 多希望我考試的時候有一個左圍在後面 告訴我這題怎麼寫怎麼寫 他長大之後就覺得還蠻恐怖的 精神光哥們作弊仔 我多希望現實時候會有個左圍啊 很可怕 其實還好啦 如果是不是好得鬼也很好啊 好得鬼我願意啊 他讓我可以就是 考試得100分 左圍會的科目很有限 左圍應該感覺 就動畫裡的人都很聰明啊 看到左圍消失的那幕哭慘 我好像也爆哭欸 我還記得那一段 他後來就沒有再繼續看 他後來是不是有再繼續出新的 我就沒有看 生物故障的是三個人 我特別喜歡三人女子樂團啊 想要學微型但不幸被附生的小孩 精神光很lucky好不好 左圍可能只有日本史比較強 對啊 左圍日本史很強欸 地理應該也不錯 左圍的口紅塗很直 對 當然左圍很帥啊 就很帥他可以駕馭各個顏色的口紅 那像我的話就不太行 好 那我們 我想要來唱一下 Lopazos的歌欸 好啊 來唱 每一次直播唱一首怎麼樣 你想想要唱哪一首好 要先唱主打嗎 還是唱個餅乾 可以唱個餅乾 無關翅膀 要唱哪一首好啊 我不知道我今天的聲音狀況如何 先喝個水 都有人想聽 怎麼辦 每一首都有人打 是不是大家最不想聽餅乾 大家說想要聽主打 想要聽365 想聽無關 沒有人想要聽餅乾 沒有人想要聽餅乾 那我來唱個餅乾 超級有個性的直播主有沒有 你叫我唱我偏不唱 沒有啦 都可以 好啦我想想 餅乾平常一直聽 只好全部唱 可是我不想一次唱完 這樣你們下次就不來看我直播了 賣個關子 一次只能唱一點點 餅乾只想要聽給我一點回音 呵呵呵 好吧 緣曲聽很多次 大家密了對不對 有人想要聽餅乾 隨機播放看放哪一首 欸 漢漢這個提議好喔 那我就來囉 我就來 我就專輯然後按隨機播放 哪一首我就唱哪一首 這樣最恭廷好不好 大家 見證 欸可是他是不是都沒歌詞 喔 沒關係我應該背得起來歌詞 如果沒有 就是趕快去找歌詞 他們前奏都還 滿長的 對那應該可以好 那我按囉 那我按囉 結果是夕陽 不會啦 我已經點進這張專輯裡面了 那我按囉 欸 那你博下 等一下 我是沒按了 哈囉 喔 紙飛機 好 那就唱紙飛機 請 青春 抬起頭仰望著 天空 悄悄在心裡許下了願望 微笑會讓每天變得更輕啊 點亮最溫暖的心房 偶爾也會下氣狂風暴雨 眼淚也曾模糊你眼眶 別彷徨 就算一切不曾如你所想 向前奔跑別回望 有個夢在我心裡收藏 某一天我會自由綻放 做想做的事情 變喜歡的模樣 追著風 不為所有阻擋 人生它 就像隻飛機 乘載我願望 追風來時方向 不知眼前難聽 在風中平靜塵裡 朝著嚮往的前方 別在意距離 要勇敢追尋 怎樣去遠行 最終又將我在那裡 這才是這一路 最重要的意義 遵循自己內心的想法 365天不停飛行 每當身處在漆黑的夜晚 眼中還能看到多少星光 如果此時寂寞爬上 心頭很悲傷 找個人來輸進衷場 我們安靜片刻想一想 沒有誰會永遠都迷茫 那陪伴的溫柔 一直都在身旁 只是你不曾耐心凝望 人生它就像隻飛機 載著愛飛翔 追風張開翅膀 那一刻享受著 自在翱翔的時光 記得要開頭仰望 在雲中穿星 滿載你的自信 看遠方的風景 折疊方法都不在意 是希望也是我前進的推動力 我會快樂到達目的地 365天不停飛行 謝謝土司機 謝謝米酒 謝謝志宏 等音樂棒 謝謝張先生好季風亮 眼神它就像隻飛機 成在我願望 不問來時方向 不拒眼前難提 在風中平靜塵裡 朝著嚮往的前方 別在意距離 要勇敢追尋 怎樣去遠行 最終有降落在哪裡 這才是這一路 最重要的意義 遵循自己內心的想法 365天不停飛行 勇敢飛翔 尋找遠方 勇敢飛翔 尋找遠方 勇敢飛翔 登登 耶 好像開賞了 好像開賞了 等一下 他突然放馬基斯卡 謝謝洛克 掌聲鼓勵 謝謝秀秀 謝謝土司機 好西黑暗沛 我覺得 但我覺得佳麗唱這首歌很好聽耶 佳麗唱直飛機超好聽的 他很適合 就是這個 聲線 我自己 這四首歌裡面 我覺得 最適合佳麗唱的一首就是直飛機 緊接著唱下一首 是可以唱一下 已經開賞了 對 他很適合這種歌曲 因為唱越穩了 但馬基斯卡我就不確定了 馬基斯卡還是 蠻那個 蠻 蠻有爆發力的歌 我可以try try看 欸他居然有歌詞耶 馬基斯卡有歌詞 喔 激動到破音 我等一下會不會破音 四首全唱 不要先唱兩首 今天還有別的歌想唱 那就接著唱囉 馬基斯卡 馬基斯卡 ROCK AND ROLL 倉鼠版的馬基斯卡 DOTO LET'S GO 好PINK喔 DOTO LET'S GO 別往前進也難免碰壁 光逃跑解決不了問題 與其作一代比我一股做情緒心理 有什麼被觸動無法壓抑 小圓角落 誰不講道理就跌跌不休 靠心著嘲諷 這種程度的戰鬥 不出手怎麼能夠 馬基斯卡拉卡 摩基斯卡拉卡 難容 若知識沉沉微風發洩怒火 快和我一對一正面交鋒 show time 嘴巴彈bass 這段是bass彈的 好吧 請網友們不要搞錯了 一天到晚驚醒 吵架刷叛逆 才明白那是多美的事情 即使乾乾淨淨 看不順眼的全白平 仍不平 遇見更強大的勁敵 一關的執著 我不變得作風 抬頭挺胸 從不談推索 成群戒隊的亂吼 輸給我也不算太丑 麻吉斯卡拉堪弄 別揮火用力去過每一分鐘 少瞧不起四處遠西遠東 請順順把白頭 麻吉斯卡拉堪弄 如果肯望轉身最頂峰 那就試著重新將愛敬翁 再一波 再一波 好想彈bass喔 好想彈bass喔 Walk and roll 謝謝Akira 謝謝小熊 謝謝真人 麻麻麻吉斯卡拉堪弄 別有誇下海口卻都說說 到現在還想裝很滿胸 深深把白頭 麻吉斯卡拉堪弄 我只是沉沉雷風發現女王 快和我一對一正面交鋒 出現了 讓她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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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貼司 謝謝大家 這我真好難唱 讚讚 謝謝吐司寫掌聲鼓勵 謝謝洛克 謝謝雅雅 謝謝熊熊 媽媽那一段的時候 聽人家唱跟不上那一段 為什麼 謝謝QA的許願萍 突然想到還有日文版 欸 有日文版嗎 Spotify上有嗎 是不是沒有啊 只有發中文版的 USB才有 喔 Soga 怎麼了 日文版我還沒練過 雷說真的 因為我不是主唱 我只是小bass手 那一段很突然嗎 還好啦 還是有一個規律可循 謝謝劍谷還有音證 再來是幸運餅乾 Mina沒有那個USB 我有啦 可是要接電腦才可以啊 蛤好啊 那我繼續唱餅乾 那無關要不要留下一次唱 那我留一首歌下次唱好了 而且無關是裡面 點閱率最高的一首 應該是大眾最喜歡的 那我們唱個餅乾 說好不唱 結果還是都唱了呢 這個歌 世界最大眼睛只能夠看見你 很可惜你卻對我不猜也不理 有时伤心剧情 准备失恋的氧气 好多女生在你身边慢慢靠近 就连空气都感觉到有些拥挤 扶起烟的花朵 是不是要枯萎之心 咖啡店在播放的那首歌曲 好想知道我所有的秘密 跟着节奏挥动着我的手臂 想要忘记大脑还保留痕迹 不想继续压抑 现在开始到急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告白还来得及 恋爱这里 敏感代表幸运 引起概率 简单也最复杂的谜题 嘿嘿嘿 我相信绽放笑容 好运就会在身边降临 恋爱这里 敏感代表顺其 明天自己 一定要比今天了不起 嘿嘿嘿 嘿嘿嘿 彩虹会在暴风雨后 绽放它的美丽 每一次的笑语都会有它存在意义 强烈的预感是我们最好一定可以 在一起 这首的改编有点小不一样 半天不见你 想隔几个世纪 超级讨厌自己 终差点破例 想要过上蚂蚁 怎么装好不在意 耶耶耶耶耶耶 男生总是说想要善解眼影 可是世纪外表总排第一 就算知道可爱都有保质期 好像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我只能看别人 那就所有降临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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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by 给我一点回忆 恋爱这里 敏感代表幸运 较难懂得 藏在爱情里面的秘籍 嘿嘿嘿 如果会遇到奇迹 是因为爱身为我着急 恋爱这里 敏感代表神奇 窗外天气 就会变成暴风雨真情 嘿嘿嘿 嘿嘿嘿 只要一直努力 护耀灰心 选择放弃 就算灾难问题 也会有解开的密集 不管明天去向哪里 不如等待命运的指引 这首歌改编的是有点那种 有点绝世的感觉 不是绝世 难掉吗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有一种好像一个在酒吧里面那种很轻松的那种感觉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和我在一起吧 恋爱这里 冰感代表幸运 运气概率 简单也最复杂的谜题 嘿嘿嘿 我相信 绽放笑容 好运就会在身边降临 恋爱这里 冰感代表神奇 明天自己 一定要比今天了不起 嘿嘿嘿 嘿嘿嘿 彩虹会在暴风雨后绽放它的美丽 每一次的笑语 都会有它存在意 强烈的雨感 是我们最后一定可以 在一起 谢谢赏人的一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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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唱法 我用的唱法跟平常跳舞的时候不一样 跳舞的时候会用比较偶像比较可爱的唱法 我刚刚有试着就是 用另外一个唱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更轻松一点 的那种feel 希望大家还喜欢 吃饭 翅膀下去唱 谢谢钟喵的kiss猪猪 要卖个关子 慵懒 对他不觉得这个饼干的版本是 也不是慵懒 是比较 就是你觉得好像 好像在一个酒吧里面的那种感觉 以为要下一首了 我今天有想要唱的歌 我记得有 来唱一下AKB以外的歌 下次来唱 卡铃鼠 不要 好 好 这样会不会很跳痛啊 怎么办我这样会不会很跳痛 一般流行歌 还是我今天就唱完 讨厌我好容易被你们说服 奶奶点歌 对啊 奶奶一直想要听沙发马铃鼠 但我没有想要唱的意思 谢谢孝贤呢 那什么啊 什么什么什么 gevin只能julene 什么意思 谁是gevin who isgevin 下次练日文吧 我真的很容易被你们推销 真的是 原本是想要唱哪首 我本来有点想要唱 陈欣悦的hands up 或者是 或者是 有一首很旧的歌 有一首很旧的歌 就最近突然很喜欢 还是就今天就唱完 然后你们下次又不来看我直播了 好我想想 你们还挑个啊 有想唱的现在不然下次就忘了 是还好 因为我有加在我的一个 一个播放清单里面 好 好 不然我今天就 我今天就把它唱完好了 下次再唱一次 你们不要听你哦 再唱 吴冠 吴冠要放感情唱 这首真的很好听 吴冠哥晚安 这应该是今天最后一首 如果有翅膀的力量 就可以在天空飞翔 好 尽情的规划 尽情的规划 要到什么地方 看看那许久的向往 乘着疯自已的鲜黄 云朵中 穿所有武当 该朝那 挑望 该从那里出发 却偏偏 毫无想法 不管会不会飞 都一样 走着走着 总能抵达 所以何必 飞 对比自己匆匆忙忙 幸福美满 为你等在路上 这无关 翅膀的倔强 握着梦 一口我航扬 占绕在梅下 细数每道步伐 脚踏实地的去闯 如果说翅膀被解放 就可以自由的流浪 随心的走访 随便什么地方 看看那些心事说想 不用面对未来的谎 无忧无虑无牵无挂 连眼翻的伤 也圆圆帅一旁 模糊的记不起心装 可不懂我怎么还一样 走着走着坚持起航 荡喊淋漓灰灑 温热花落脸颜 幸福美满 为你正在路上 这无关翅膀的倔强 我始终怀抱着希望 沿选拥 沿途的景象 一时难过俱伤 要惊讶 专注的曲窗 鸟儿 攀陷着艳阳 这无关翅膀 这无关翅膀的倔强 靠着我已足够昂扬 眼前人漫长才问美道步伐 让梦想陪我们去闯 让梦想陪我们去闯 四首 结果四首还是都唱完了 抽不鸟你们耶 那么会推销我 谢谢say the love 谢谢正人 谢谢Akira 还有土司吉 谢谢钟鸟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人问 口号是黄韵帝 谢谢孝贤的麦克风 还是熊熊的麦克风 谢谢鱼 超鸭鸭 谢谢傅伟哥 奶奶fit 奶奶不行呢 不是因为米娜很疼大家吗 对啊最疼你们了 脑波弱 最好就是脑波很弱 海鲁 谢谢温柔的看看蜜 反正就想起礼拜五表演的种种 很谢谢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 来看我们的首场live show 真的很开心 很开心 下次是日文释手 日文还没有出啦 还没有出 希望能出唱片 你说有可能多首歌 可以出个专辑之类的 要再过敏了吗 没有 最让我过敏的 我觉得只飞几把 只飞几把 算是我们的第一首歌 台语吧 我台语不好 第一次来看直播就听四首 诶 成猫头跟李猫头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 你们名字怎么那么像 第一次看直播就听到四首 可恶 不应该唱那么多 应该吊你下次再来看 下次直播唱 更多歌 你们不认识 名字刚好叫猫头是不是 笑死 我在帮粉丝凑对 请问李猫头跟陈猫头有什么关系 请问中和喵喵跟何景喵喵有什么关系 请问 好多问题的偶像 没有我以为你们是认识的 下次直播什么时候 今天是星期一 下次直播是后天的中午12点 他还是综合喵喵跟何景喵喵关系 我想也是 这么可爱的秘拿不多来看吧 礼拜三中午一起来吃饭 一起吃午餐 然后 再下一次直播 应该没记错的话 是星期五晚上9点 我有记错吗 如果中午跟不到的话 就要等礼拜五再见咯 我太心了啦 首度的时候 企鹅都没有 也没来找我 猫抓老鼠 为什么弹的时候不会抢拍 现在随便唱就抢拍了 一开始以为中喵是女生 你说长相的部分吗 哦名字 你说看名字是不是 契儿去组队了 好啊 没事啊 反正契儿竟然没来看我们直播 下次不要啦 契儿哭哭 哭死吧契儿 原来没认错 认错什么 认错什么 我这边有我们的周边 拿过来炫耀一下给你们 希望你们也有了 maybe 在哪里啊 咱咱我的周边 在哪里 在哪里 啊 不是 啊 你啊你啊你啊你 欸 愛是什么 爱是看着你的眼睛 各位 晚费我表演的时候我对她比气了 对阿 结果不是乏我的周边 欸 熊熊又透色红包 我一定抢不到 大家 我要炫耀 我的大拳套 來來來 這個是我們的周邊的USB Chill有買嗎 他沒有來找我啊 是這樣子的 Mayor Stay Relief 因為我剛拿的時候 他倒過來了 等一下我要拼 要拼回去 所以我們怎麼拼啊 到底有什麼障礙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轉過來 我現在一定要拼回去 可是你想說 這個偶像到底有什麼困難 那不就五塊東西而已 等一下 等一下 藍色的是那個 我知道了 這樣子 然後 知道了 很慌張 等一下 是這樣子 這樣子啊 好了 拼好了 拼好了 拼對了吧 這是我們周邊的USB 然後 如果你各買 買一套的話 就是可以拼成我們的 Lapazos 這個我們的Logo超好看的 是粒子設計的 超好看的 對 然後 然後 拍箱 沒有買的人要趕 現在官網已經 官網商場可以買了嗎 商場可以買了嗎 有整套 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美眼的 你們看 黃色的美眼 我的應援色 現在官方商場可以買 明天嗎 明天開始 那大家明天 明天什麼時候 明天中午嗎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你看超精緻 它是一個 裡面是一個樂器造型的USB 這是我的Base 然後它是4G 算4G不多啦 但是就可以放一些 你知道 就是 秘密的東西 可以放一些 Mina的照片 收藏在裡面 之類的 然後你不想被發現 人家可能不知道 它是一個 有人會不知道嗎 它是這樣子的 然後 這邊可以打開 是一個樂器造型的USB 超可愛的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中文版的是 紅色 日文版的是 藍色 然後它背面 還有我們 The Puzzles的 那個Logo 秘密的東西 對啊 USB裡面 就是要放秘密的東西啊 而且我 我拿到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 超像隱形眼鏡的盒子 我覺得很像 請問買10個Main 可以拼出什麼 可以拼出Mina的愛 Mina的愛心 好像很爛 不會啦 生血 欸 生血在哪裡 欸 怎麼沒有在這裡面 我昨天才看完照片 反正就是這樣子 大家一定要買Main眼的 如果 對 至少要買一個Main眼的嘛 然後它有紅色藍色 我覺得都蠻好看的 然後 反正你就買一套的話 就可以拼成一個拼圖 因為這只是拼圖的一角 不見了 等一下沒有不見啦 我昨天才拿出來看的 我昨天才拿出來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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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 就是這樣 啊 就是這樣 啊 這時候是滴滴五個就對了 對 然後反正買五個就會拼圖這樣 對 然後反正買五個就會拼圖這樣 然後它還有大拳套還有這個 這個pick 我不知道有沒有單賣耶 不是單賣麵包啦 這是pick的吊飾 我覺得超可愛的 平常可以當鑰匙扣 然後如果忘記帶pick的時候 可以拿來用 超可愛的 要弄到沒有 生血綁定了 買哪一款就是哪一張 所以想要mina的生血的話 要買 要買這個Main眼的 沒有單賣喔 等一下 生血綁很好看 生血綁超好看的 喔不管啦 你們去買就看得到mina的生血綁 超好看的 這pick的size大概多厚了 我看看喔 我其實沒拆過耶 好我拆看看喔 幫你們開箱一下 生血綁還沒抽出來看 我知道 那個要就是 有空的時候慢慢欣賞 我懂我懂 我也會這樣 就像粉絲的卡片也是 我又知道拿到不會馬上又看耶 就是 要就是有一整天空閒的時間 或是至少有半天空閒的時間 然後才會拿出來 再慢慢回信這樣子 我看看這能不能刷 其實還是能刷的 這個 擠MN喔 我覺得 對對對 這是這樣子的吊式 好可愛 然後也是正版兩面 都很好看 這個pick 我覺得還蠻厚的 蠻厚的 好 然後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要幾mm欸 反正蠻厚的 我想像 我忘記我原本 bass的是幾mm 我覺得它有 有 有 感覺比bass的pick 再 薄一點點嗎 因為 有點 不知道欸 我忘記我bass是幾mm 如果可以更 比bass的略薄一點 如果我記得我bass是多少 就可以腿甩 那我現在忘記 0.81mm 有這麼厚喔 我忘記bass 我是用多厚的 摸起來蠻厚的 passos有跟靜雯姐姐拍照嗎 有啊有啊 我有轉發在我的stories 聽說很好彩 對啊 就是一個吊飾啊 因為像 我覺得還蠻適合阿里 因為阿里很常忘記帶 帶pick 他常常跟我借pick 所以如果有這個的話 他別再 就是掛當藥實控 然後 他很常忘記帶pick 他就可以用 蠻實用 反正 對我們的周邊 明天網路上就可以買了 大家 看你們要買一套的還是買美眼的都可以 中文日文顏色不一樣 對日文的是藍色的 中文的是紅色的 你們要猜 你們要看日文的嗎 我還沒開封 我只有開中文的 會不會整串鑰匙忘記在 我們家是不會啦 我是不太會忘記鑰匙 奶奶會 哈嘍 Kent晚安 網路上掃的手都帶還是很誘人 明天再開 要賣關子 這就是我們的 美美的周邊 買USB有附生寫著 好 門都不鎖 我會鎖門 我會鎖門 是我在家的時候 我不會鎖門 但是我一個人 就是我晚上的話 要睡覺會鎖 還有出門也會鎖 鎖 整組補俠車很強 對啊 這是收藏品耶 超捨不得用的 但我可能會拿來用 因為4GPS 對我來說蠻不夠用 油菜伯伯手度 也不錯 買一起來各位 明天呢 明天可以買 到時候我再發 IG提醒你們可以買 再貼連結給你們 好囉 那時間差不多囉 今天直播到這裡 結束 我來念一下今天的版 然後 下次直播是星期三的中午12點 大家一起夾奔 今天的第13名是 憨憨 謝謝憨憨 12名是CKU 謝謝CKU 11名是 土司吉 謝謝土司吉 第10名是 布想上班 謝謝布想上班 第9名是 張先生 謝謝張先生 第8名是 謝謝C 謝謝C 第7名是 威盧 謝謝威盧 謝謝威盧 討厭 又出去了 第6名是 智鴻 謝謝智鴻 第5名是 熊熊 謝謝熊熊 第4名是 Akira 謝謝Akira 我知道Akira的那個是 頭貼是一隻藏鼠 誰的頭貼不是藏鼠 好多藏鼠 好多藏鼠 第三名是 孝賢 謝謝孝賢 孝賢跟夏爾看起來好燈對喔 好 沒事 第二名是 正人 謝謝正人 第一名是 蘿莉郎 謝謝蘿莉郎 謝謝大家 變比較黑喔 曬黑了是不是 這樣 剛剛不小心點出去 很愛湊對 好啦 欸對我今天有編小辮子 你們有發現嗎 直播到結束了才說 是要給我看燈香不是燈對 喔 燈香 好燈對喔 哇 恭喜夏爾跟夏賢 有情人 終成眷屬 變成老鼠 什麼時候婚宴 要請我去吃喔 幫貓頭湊對 陳貓頭跟李貓頭 你們可以湊對 你們的名字這麼像 一定是 命中注定 好啦 今天直播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你們直播結束之後好好聊聊吧 看婚期定在什麼時候 乾姊 誰要跟乾姊姊湊對 可能住台中吧 進水樓台先得元 千里來相會 是這樣用嗎 就交通比較方便嘛 台中台中人 請找乾姊姊 Mina直接變相親台 乾姊姊要開一下條件嗎 乾姊姊的真有條件是什麼 就是有沒有什麼 身高興趣什麼的 乾姊姊喜歡水樓型 白白嫩嫩帶黑框眼鏡 喔 乾姊喜歡書身型 白白嫩嫩帶黑框眼鏡 黑框眼鏡 那不就是巴巴嗎 哈哈 什麼不喜歡瘦巴巴 他喜歡瘦瘦的 他喜歡瘦瘦的 那我覺得瘦瘦可以耶 還是瘦瘦要不要乾姊姊 可是瘦瘦不住台中 還是奶奶 不是奶奶 乾姊姊沒有局限要住台中 怎麼跟切晃條件 對耶真的耶 這年頭是怎樣 這年頭是 就是乾淨書身白白淨淨 就是大眾普遍審美的標準嗎 怎麼大家都喜歡這一型 瘦瘦瘦難怪很夯喔 瘦瘦很夯喔 不行啦 瘦瘦瘦會吃醋 再說你嘛 貓頭有黑框眼鏡嗎 有黑框眼鏡嗎 突然有半了 爸爸不是已經有了嗎 好你們考慮一下 看留個聯絡方式還是怎樣 又湊一對 對 羅力狼只有眼鏡有不分 欸羅力狼也有眼鏡喔 可是羅力狼不白耶 不行耶羅力狼 看羅力狼還是要留在我身邊 我愛紅娘上線 現在只要線上配對 直播丘比特 臭咒 臭咒你的心 丑咘 丑咚 丑咘也不太白 那 那 冬天會白回來了吧 小千守守 不行 小千是8加9耶 你不夠書神 小千掰 你跟茄子在一起唄 剛剛第一個想到孝賢 欸對耶 孝賢好像不錯喔 孝賢有眼鏡 瘦瘦的 超瘦 太瘦了 已經快要變奶奶那樣 小千明明是書神 哪裡書神 賣給賣給 有考慮茄子的感受嗎 沒有 誰要考慮茄子的感受 你就只是跟茄子而已 開玩笑 茄子最可愛了 瘦賢 對還是瘦賢 改名叫瘦賢 我好壞 我怎麼那麼壞 主播怎麼可以那麼壞 勉強跟Mina湊一下好了 我的眼鏡呢 我的眼鏡呢 茄子都不回來 茄子這樣不行 茄子 茄子 好啦 我要關台了 我要關台 我快播到11點了 是怎樣 還是我今天就播兩個小時 為什麼每次直播就不小心就 不小心就這樣 我剛剛都念完榜了 為什麼我會突然這樣 為什麼會突然這樣 是誰開始 是孝賢 等一下 是因為孝賢的頭貼 是因為孝賢的頭貼 然後就突然就配對了 播兩個小時送冰淇淋 這裡這裡送你們兩球冰淇淋 天氣這麼冷 不要吃那麼多冰啊 對身體不好 對啊 還是我今天就播兩個小時 可以啊 湊整點啊 然後掉到乾姊姊 燈對燈了20分鐘 當然啊 你們知道這種感情這種事情是很 一輩子的 就是你 你看我們 人大概在幾歲的時候 開始交往找對象 20歲 差不多20歲吧 沒有啊 我覺得國小 國小就不算 國小的很少會 就是長久 你知道就是 畢業之後可能都已經沒有在一起了 就國小根本就不懂什麼是愛情好不好 我覺得差不多20歲心智比較成熟 就開始會想要找個伴什麼的 對 然後你找到伴之後 大概30歲吧 30歲結婚 普遍來說啦 雖然現在好像比較流行晚婚 但是就差不多30歲結婚的話 你活到80歲的話 你還有大半輩子 就是 所以就是找一個伴是很重要 因為他要陪伴你人生的 就是其他三分之二的時間 所以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我出現後才懂什麼是愛情 心臟暴擊 突然撩我 18歲就很認真 18歲也算 18歲也算 好我覺得18歲是 為什麼是成年 因為18歲心智基本上算成熟 而且有些人比較著熟 但是高中生的那種 18歲以前的 我覺得不算真的戀愛耶 我自己覺得不算 18跟20差不多吧 我覺得女生18可以 因為女生心智比較成熟 男生會比較幼稚一點 比較愛玩 腳尖18認真 20也沒有比較成熟 好啦還是蠻看人的 有些人就是到30歲還在 就是一直在玩這樣子 是蠻看人的 像蠢蠢才幾歲 蠢蠢今年14歲 13歲 就是很成熟耶 小大人的感覺 因為像我不是常常忘東忘西嗎 然後蠢蠢就會說 Mina你東西以後不要再亂放了好嗎 你就乖乖放在這裡 知道嗎 然後我就好 知道了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我就突然覺得奇怪 蠢蠢不是小朋友嗎 或什麼他 他在反而像 又有些小大人的感覺 等下有時候蠢蠢看到了 說Mina好可愛喔 怎麼那麼可愛 然後我就 可是你比我小一隻耶 就是 我被 我被比我小的美美 的美美 然後 然後就是 教導的感覺 被蠢蠢嫌棄 沒有 蠢蠢很好 但就蠢蠢小 小大人的感覺 對啊 我可能心智也不夠成熟 蠢蠢姐 對啊 蠢蠢不得了 蠢蠢長大是當老闆耶 蠢蠢以後開公司要找我 找我當員工 我M屬心太強 我不是M好不好 我只是 人比較nice好不好 只是別人說什麼 我都 都可以 FREE FREE 五歲 我六歲了 We are 六歲 我幼稚絕對是奶奶害的 我不知道耶 我跟奶奶可能是互相傷害 互相傷害 欸突然想到有一首歌 叫做來互相傷害啊 你們有聽過嗎 是叫來 來互相傷害嗎 來 對 巴桑藥跟Aline 來聽 我們現在是歌劇有沒有 歌劇就是突然就唱歌 來互相傷害 歌劇就是講 突然講到關鍵字就要來唱歌 我跟奶奶就是互相傷害啊 就兩個都 兩個都像白痴一樣 互相傷害啊 兩個都很幼稚 好聽耶 來唱互相傷害啊 來互相傷害 這首好聽 前陣子才聽到就好好聽 這首很久了嗎 沒回來 沒回來 愛就愛 該散就散 讓全世界就崩壞 來互相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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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痛苦來四個痛快 來互相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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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的擁抱 在她取暖 寒淚不捨也不委婉 狠心無視你的苦恨 愛過怎麼好聚好酸 來互相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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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下播了 我就想說 就湊個湊個整點嘛 今天播兩個小時 我說話只要打開 就停不下來 安口去 但我剛才有晚開台啦 所以 我們就湊個整數杯 回不去 沒回來 害怕什麼愛就愛 該散就散 不愛到不如滾開 來互相傷害 來互相傷害 不再痛苦來四個痛快 來互相傷害 來互相傷害 失去的擁抱 怎麼取暖 喊來不善也不委婉 狠心無視你的苦恨 愛過怎麼好聚好酸 來互相傷害 來互相傷害 後面不熟 好聽喔 好聽那個 DJ話要睡覺 是不是整點睡覺 拜拜 我剛才晚 晚 七分鐘開台 所以我再多播七分鐘 現在是KTV是不是 序唱一小時 沒有啦 我就播 播到 播滿兩個小時 就拐 湊個整數 來互相傷害 來互相傷害 結果跟我求婚的人 都被我湊對了 有嗎 來互相傷害 晚七小時也願意 不行啦 我要睡覺了 你們也要睡覺 那我來唱我今天本來想唱的歌 這首也好好聽喔 是不是沒唱過來自天堂的魔鬼 討厭 討厭 討厭的M是Mina的M 討厭播到的歌都很好聽 然後我會一直想要唱 阿 芭芭剛完了還是會剛睡醒 我九點直播你還剛睡醒 怎麼會這樣 這首我有唱過吧 我記得 需要我的Bass加成 但是好像很多Bass手都會跟鼓手在一起 我上次看了什麼 我上次忘記看哪個 哪個 沒有那是Kimberley 好像是Kimberley Kimberley她的男友好像是 是打鼓的 是嗎 可是我記錯了 睡了 氣啊 你 你 你又不喜歡我 走開啦 看血骨 乾姊要去學Bass喔 不行啊 小滴已經有施啞了 是拍MV在一起的 是嗎 我忘記了 因為我對八卦本身沒有很有興趣 八卦那種新聞沒有很興趣 我比較關心誰出新專輯我要趕快去聽 羅小白的老公是Bass 阿對啦 是羅小白啦 拜拜 我講錯了 不是Kimberley 我又搞錯人了 對 羅小白她的老公是Bass手 然後 然後我就想到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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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Bass手跟鼓手 因為就是常常會做搭配 就是都是算節奏類樂器 所以 所以他們就很match 就在一起 對啊 天啊好浪漫喔 鼓手跟Bass手的愛情 就是很浪漫 我不知道有沒有很多 對 但我是記得是羅小白 我記錯 我剛才講錯了 打過屍骨的可以嗎 屍骨 你說咚咚咚咚強那種嗎 太鼓打人 欸我常常在地下街 他打太鼓打人很厲害的耶 都覺得超強 我很爛 教乾節貝 那乾節節要教我那個 那叫什麼 庶 不是庶 鼓針 每次我把庶琴跟鼓針搞混 一個是直立的 一個是堂拼的 打鼓的男生很帥 因為我不懂鼓針就覺得很帥 我以前就覺得 彈吉他的男生很帥 結果 我後來自己去學了吉他之後 就覺得 好像也 就沒有那麼帥了 就是你完全不懂那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覺得天啊他在弄什麼東西 好厲害喔 然後當你學了之後就覺得 其實也不過就這樣 乾節的初戀就是打鼓的 酷喔 大家趕快去學打鼓 怎樣搞混 啊就很多線很像啊 Keyboard哭了 Keyboard也很帥耶 因為我不會彈Keyboard 所以我就覺得 就彈鋼琴的男生超有氣質 超酷的 完全看不懂是什麼 就想說奇怪就是 這麼多白件黑件到底怎麼會的 然後後來我就有去學一點初步的鋼琴 所以我就懂 原來他是這樣子七個旗艦 然後其實 跟Bass一樣 就是分那個 全全半 全音半音那些 全全全半 然後我就看懂了之後 就突然覺得 其實以前會覺得 天啊太恐怖了吧 什麼東西 然後無限補什麼東西 完全看不懂 然後自己學了一點之後 原來就這樣而已 那我沒有很強 就是大概 略知一了 就稍微搞懂是幹嘛的 而已 這樣子 大家趕快報名樂器版 楊琴 楊琴 楊琴是啥 天啊 我沒聽過樂器的一堆 彈鋼琴完全不會和弦 我好像只會單音那種 衣衫衣衫亮晶晶那種 要重拾琴譜開始練習 其實我看無限補也很慢 真的 學音樂真的是 不嫌晚 學音樂不嫌晚 去看那個啊 梓鴻老師他們 我有去看梓鴻老師他們的那個 表演 然後就覺得 太酷了 太酷了 真的學音樂永遠不嫌晚 而且學音樂不會變壞 貝斯需要有五線譜嗎 我之前去外面上貝斯課 我的貝斯老師 他是說 雖然貝斯有四線譜 但是他 因為他有去國外上 上音樂相關課 然後他說去國外就被電報 因為大家都是看五線譜 然後我就覺得 哇 但是我貝斯看五線譜也很麻 而且貝斯是看低音譜 對 所以他是建議我還是要看五線譜比較好 但我現在看的很慢 所以我也還在 就是訓練我的試譜能力 有時間 就好好訓練自己 所以我就覺得 對我還是落落的啦 我要再加油 國外都是用五線譜 鋼琴彈酒五線譜就很簡單 對啊 但重點就是我不會鋼琴 鋼琴 我重點講 鋼琴 會彈Double Bass有加分嗎 但是你不會 不會還說 不會還說 這很酷啦 我剛本來還想要再唱一首歌 但好像時間差不多了 要真的要跟大家說 掰掰了 我們已經加播半小時了 真的要掰掰了啦 欸有文字我要打文字 奶奶有沒有電文牌 我播完啦 我要播完了 可是我要打文字 你可以拿電文牌來嗎 他在我的直播的燈上 他在我的直播的燈上 我不知道啊 可是我也要打他 蛤 沒打到 喔 對不起大家 好我沒有打到文字 文字果然是趨光性的 好 大家 嗯 後天見了 沒打到不下 不行啦 這樣我真的 播不完了 算了 沒關係我等一下他再出現 我一定 不會放過他 蚊子要上下打 真的假的 喔 因為他是這樣飛的嗎 所以是要這樣打 好 我等一下直播結束去 找那隻蚊子 禮拜三見 還有兩分鐘 沒有啦 我已經整點了 我已經湊滿整點了 第一個打文字是 不知道什麼 欸可是如果打到很療癒欸 如果打到 展示 網美展示手 展示打死的文字 我好兇爆喔 天啊 我那邊有看到整 你們這邊沒有看到整點 是不是 你們看得到嗎 看不到 那大家晚安囉 拜拜 噴血之後感覺 天天不要講這種恐怖的話 感覺好像你是什麼吸血鬼 你們這裡沒有時間 好啦 我已經播滿兩個小時 我要 我要去 去 我想吃點水果 我在洗澡 嘿嘿 大家晚安 大家拜拜 晚安 威如晚安 張先生晚安 易姐晚安 甜甜晚安 楊淑晚安 貓頭晚安 欸我這樣一次 講貓頭可以 晚安到兩個人 喵喵晚安 這樣也晚安到兩個人 瑞柔晚安 艾文安 晚安 蘿莉晚安 酒的晚安 孝賢晚安 令晚安 蘿莉王晚安 蘿莉王要吃宵夜 走啊 一起吃 我想要吃水果 嘿嘿 大家晚安了 拜拜 後天見 何景喵喵美人 QQ 好啦晚安 小千晚安 薯條呢 我要吃薯條 這個 奶奶剛剛吃了 奶奶剛剛吃了一半 我還沒有吃 海苔的薯條 我等一下要來吃 但我想先吃水果 因為口有點乾淨 好啦 大家晚安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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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三見 比個三 好可恁 過夜 到外面 都有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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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